今天逛超市,意外的看到很多人在这排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 凑近了一看才知道,今天是日本的传统节日之一,叫杰芬 他们是需要去吃那个惠芳卷 这个惠芳卷呢又叫寿司,它是那种粗卷的那种寿司 这个节日在2月3号,而再过一天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节日,叫立春 日本在立春之前的这个节日啊,叫杰芬 表示这一天是冬季结束的日子,所以说呢,他们要吃这个惠芳卷 据说吃惠芳卷时,若能朝向当年的惠芳,就是一个方向啊 一口气吃完整个一条惠芳卷,那么心愿便能够实现 你们看看,被一抢而空啊 而且在这一天呢,他们要去那个撒豆子 把这个豆子扔到家里的各个方向 抑郁着驱魔除轨,来迎新的一年 只要这家超市有卖鱼的地方 他们会做一些生的生鱼片 他们一定会去做这个惠芳卷来售卖 而且当天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这个惠芳卷的价格还挺高的 一到这个节日,就能经常的看见各种各样的惠芳卷 长的,短的,为什么叫惠芳卷呢 因为这个惠芳啊,是指当年运势最强的这个方位 日本人还是蛮讲究这个运势的 而且还流行,你不能将这个惠芳卷分切 必须一口气吃完整个一条才行 这个惠芳卷只包括了七种食材的海苔饭卷的寿司 我把它叫回这个寿司卷 为什么用七种食材呢?因为日本有象征着富贵和幸福的七福神 七种食材就是象征着这七位名神 具体放哪几种食材,他们也就是创新的比较多 常见的就是那种鱼籽啊,鲜鱼啊,煎蛋啊,炖煮香菇啊等等 我的天哪,人真的是超级多,我都挤不进去了 老妈也是头一次看见这种现象,表示有点惊讶 带你们看看,还有这种短一点的惠芳卷 因为她怕有一些胃口小的人一口气吃不完 这样的话呢,福气就会断掉 所以说他们都是弄这种小的比较人性化 而在每一天呢,除了吃惠芳卷之外 每家每户都会在家里面撒豆子 日本人还是蛮注重这个节日的传统的 学校里面呢,也会庆祝这个节日 举行撒豆子的活动 这个头发长的,这个 把它剪掉 把它剪掉啊,好,来了 它头发太长了吗,做的 好了,剪掉,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今天你们学校是什么节日来着 你说今天是怎么一个过程 开始 一会儿吗 是那个片梁 是一杯子 有这个肚子 然后,你来了 然后,然后就扔了 然后,然后就变好了 然后给我们拍照片 拍照片了啊 好了 完了 完了 那是 oniva soto 然后呢 oniva soto ekwouch 然后 哪个电视 一点都不打开 马上给你看 你看这两个是你们 这是你们自己画的吗 是做的 是你们自己做的 对 做的面具 对不对 我看看妹妹的这个 妹妹你知道 今天oniva来了 你哭了吧 听说你哭了呀 你哭了吗 没哭吗 哭了吧 你说 阿子腔还有黑腔哭了 阿子腔还有黑腔哭了 嗯 你没哭吗 哭 你也哭了 哭阿姨嘛 吓人吧 嗯 这是妈妈跟爸爸 千万不能乱动 你是不是没见过 日本的这个节日 我没有见过 乖狗 然后抢那个寿司 抢那个寿司 有一个超市没有卖那个寿司 那那生意就不好 一点都不好 对那两个卖 那寿司的那个那个店 你把生意抢走了 一点人都没有 一点人气都没有 对呀 对呀 你今天晚上做什么菜 我今天玩 你看肥肠 酱爆肥肠 烧肥肠 对吧 肥肠打一下 先就是打一下的意思就是出水 这个先不用烧 它还没回来的 对吧 这个是 海骨 不对 底椎骨 跟鸡架子骨的海带汤 这个猪肠的臭 给你烧吧 我就做等好吃的了 我帮他收拾下书包 让他们做的这个 学校搞的这个小仪式感 还是挺好玩的 画了这个你看 这叫什么 中笔 这个 中笔 中笔是这个人啊 这叫中笔啊 中笔是什么东西 是这样 你拿着就行了 我不扔 我就放的 这两个小祖宗 我给你们买好吃了 我看看 这什么 妈妈烧的猪肠子好香 这什么面包 就是 那个米做的面包 Choco Banana 米做的面包 那个是经典 那个不好吃 黄金城拿过来 我一会给你拿那个草面面包 他这个不喜欢吃这个米 哇好香啊 看看老妈整的 可以先锅吗 先了 吃了 吃了 我刚才把那个门关着一直没闻到 好香 今天是日本的那个啥节 扔豆子节 打鬼 超市全在抢 你知道扔豆子他们吃什么吗 吃豆子 不是 吃寿司卷 是吗 那个豆子是完全可以吃的 我们小时候就吃的 不是 他们吃的那个全部在超市里排队抢那个 抢那个寿司 抢那个寿司 我跟老妈都看呆了 我这俩抢什么呢 我赶紧看看 超市里没有那个寿司 就一点声音都没有 阿鲁豆 阿鲁豆 两个超市里抢 哈哈哈 排队抢 你吃过那个豆子吗 炸豆子 烤豆子吗 烤的那个 黄豆 黄豆 吃过呀 我们小时候就吃那个 反正也是过整个节的时候吃 好像不一样 他们这挺搞笑的 你看你儿子那个鬼的那个面具 他们俩在那里 你让他带给你看 我看看 我以为你弄我面具来 没有 没有 妹妹奶奶 我跳你 妹妹怎么来了 爸爸 我跳你跳过来了 这个弄大 我跳你又过来了 她说昨天晚上吧 哈哈 跟他上去叫哭了 我在煎一个这个 黄油馒头片 哎呦 呵 这个这个就面就不端了 看 大肠的手术 怎么跟我生气吗 妹妹好吃吧 好吃吧 好吃吧 嘎吼嘎吼吃吧 你你太饿了你 妹妹好不好吃 有点烫哦 小心一点哦 看我这个骨头烫 你看这个人 妈坐 坐啊 好的 谢谢你 还是我的看舞 妈妈坐 马上 你上奶奶先坐 你跟奶奶说 奶奶在这儿坐 奶奶在这儿坐 给你安排好好的在这儿坐 奶奶坐 吃饭吧 吃饭吃饭吧 慢点 我怕你还是会吃饭 或者是买谢谢